Platice 1.19,In the figure,Rectangular Cardboard,PQRS of Dimension 12cm x 18cm Is folded along AB,Such that PES is an incorrect triangle 去到這裏,停一停,因為其實這裏都有幾多 keywords 第一個就是Rectangular Cardboard Rectangular Cardboard在說什麼呢? 就是說它會有些直角的出現 因為它是一個長方形,本身的長方形 這些是直角,這些都是直角 另外就是Dimension 12cm x 18cm 12cm是有,18cm是沒有的 18cm是說這一段的長度加上應該是18cm 再多一點,它就說Such that PAS 這個PAS的三個名是一個Equilateral Triangle Equilateral Triangle即是告訴你 如果你連這個之後,三條邊長度一樣 而每個長度是說9cm的 這個是說9cm,全部都是 上面是一個連接反對,PAS 好,PAS都並有位於PAS 這就是PAS的某個位置 當然這個其實不難處理的 那麼你這樣寫回就可以了 進入PAS的某個位置 td,pAM,p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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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說是given的 所以,AP等於AS,也等於PS,等於9cm 這個原因是由於triangle,PAS,是一個等邊三圓,Ecretto Triangle 就寫結論,PS或SP等於9cm 這個就是PART A PART B,他說找PB和SP PART B PART B要找PB和SP之間的角,我用另一支顏色筆 SB是這個 而PB是這個 就是這個 找這個角就是這個角 這裡我先畫三圓,應該是關這個事 再畫出來才是這樣的 這個是B 這個是S,這個是P 想找這個角 這個三圓我們有什麼知道呢? 我們知道SP長度是9cm,這個牌是A 好,我們搶的是SB或者PB PB看起來比較容易 PB貼著哪個三圓呢?PB貼著另一個三圓叫做這樣的 PB就在這裏,貼著另一個三圓 那我開啟它 就是這個 這個三圓 我們看看PB貼著這個三圓就是B P在這裏,Q在這裏 這個是12cm 這個當然,會是9cm 原因就是這個9,這個也是9 OK? 那就PB計算了 PB計算了 變成這樣 另外,大家可以想一想 PB如果是這樣計算的話 其實另一方面SB 其實都是一樣的 其實這裏講穿了,其實這個是等腰 你看著圖好像不像 但是事實上PB會等於SB 不相信的話 你看看 由於這個APQB 這個長方形 和後面的長方形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拉完對角線之後 它們的長度都是沒有分別的 好,那我們開始運算了 又去回那個 正方,我們先計算這個直角三圓 那就是IN TRIANGLE PBQ 那你就PB 就等於開方 12的二次加9的二次 那按完機就變成了 15吧 那再在這個 TRIANGLE這個PBS 那你就有呢 9的二次等於15的二次 這個15吧 這個也是15吧 加去15的二次 減去2乘以15 1515 cos 角 SBP 那就移好位置之後 cos 角 SBP 就等於15的二次 加15的二次 減去9的二次 除回 2乘15乘15 按完機 這個角 SBP 就等於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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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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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5 4 5